好 如果你要比較文青一點感覺的 您可以看一下這裡 這個就是以照相為主的 就不是這種比較漫畫式的 那我們這裡 我給您看一下在這裡 我這裡有一個文青相機 在這邊 這一個 好 所以 你可以一樣直接拍照 或是您已經拍好的 都可以 你看我進來之後 我們在下面這邊 你可以直接選或者直接拍 那現場不適合直接拍 每次都拍我不好 拍各位會有肖像權的問題 所以我就先找一個 我就先找一個 我們的 好 你要橫式 我先用直式的好了 比例 好 9比16 好 我就來挑 挑這個這個 好 好 假設我們挑的這一張 OK 進來了 那你自己決定好裁切的 範圍 好的 好 進來了 那麼您看下面這邊 它有一些 選項的部分 你想要什麼樣的效果 你想要什麼樣的效果 OK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你想要搭配的顏色 或者是要不要做模糊一點點的 清晰一點點的 在這邊都有 好 OK 你看 我們在這邊 字來了 有看到 有看到上面這個字嗎 我把它稍微移一下 這樣 有沒有看到了 有對不對 好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怎麼辦 按一下 上面這裡可以 這裡 這裡可以按一下 等一下 好 這裡就來了 往下 你看 看你是要旅行的 有沒有一堆 下一站什麼 我會遇見你嗎 好 有沒有發現 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 它就是 這種就是 拔一些 拔一些文句 把它放在裡面的 這叫文青 然後 所以 像這樣子 你可能也不用花太多時間 去思考 找那些 所謂的 好的 你覺得OK的句子 它就幫你準備好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 直接去 選擇你比較 喜歡的 它也有一些貼圖的 或是比較 就是 像這種 有文字式的 有沒有 有故事的 這個角落 點一下 這樣 大家比較有感覺嗎 對不對 所以 你的照片 等於說 大家現在照片 單純的 彩色的 這樣 大家都看習慣了 不稀奇了 現在就是要做一些搞怪的 哎 你看我們 黑白的也好 或泛黃的 是不是就是比較復古式的 比較復古式的 那一樣的好的 你就把它分享出去就OK了 就是這麼簡單 好 就這麼簡單 好 OK